这里是台北市最有文艺气息的华山艺文中心 各式各样的展览都会在这里展出 而动物聊天室是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画展 集结国内外多位艺术家 透过动物主题的艺术创作 打造人类与动物独特的交流空间 疗愈观众的心灵 这里还有一种整个展览的量子 量的食量给那位数量 对不少人来说 毛小孩就是最了解自己的好朋友 因此也有好多艺术作品 都以可爱的小动物为主题 展现人类与小动物的深厚情感 展场内陈列近50件作品 每件都非常生动可爱 看着留言板上满满的纸条就知道 这些作品带给观众满满的温暖 就连韩国女团Either成员舒华 都趁着回台湾家乡开演唱会的空档 来参观这个可爱的展览 我觉得这边才蛮特别的 哦它是怎么样特别呢 这边可能很特别 可以在上面留言 然后留下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自己对自己家里的动物 那请问你有留下什么话吗 那它跑在上面 可爱的猫 它在街上 动物聊天室的展触时间 直到7月23号 喜欢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李亮杰台北报道